地府的神和官是不是一定没有天界的境界高呢 地府的官员功德很大的话 是不是可以直接申请到天界做官呢 师父开始 哎呀地府的很多官都是天界派下去的呀 派下去的 你比方说你是一个省理的一个科长 派你到县里面你就做个局长了呀 一样的呀 人家这种地府的官们都是天上下去 阎王老爷都是天上的呀 玉皇当地圣编的呀 哦明白 人家这地府你就把人家当成地府啊 不可以的 所以很多人说 哦要给地主就把地主啊 不供把它供在地板上 傻不了 地主也是官啊 也是天上的菩萨呀 师父可以理解吧 地府其实也就是天界管辖的一个小的范围 对了对了对了 哎呀地府 就地府还是贵天管的呀 贵天管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的自立开车 我问你 我问你一句话 天地人三界 哪界最高了 天 最高的是不是管当中和下面了 对对对 我问你天管不管人了 管管人 好了 你再厉害的人 希特勒是一个天魔 再要把他收走了 是的 对不对啊 管不管啊 对对对 很多人做坏事了 让他生癌症了 管不管啊 让他出车祸了 管不管啊 对对对 这样就想 地府也管啊 地府你做鬼 做坏事 地府所有的官都要管的 都天上派下去的呀 其实这样明白了就好了 是这样 师父您这样一说 就是说 你到当时 你多次说过 有的人得了重病 他好好的念经 需要放生 观世音菩萨在通知 从天上通知 地府这样 对对他 观世音菩萨都是要通知的 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慈悲你 他可以给你加持身体好 可以当时让你好 但是最后 比方说要赦免你的瘦 还有一些很重大的问题 菩萨一定要天上 瞎招书 才能地府才能决定的 因为人是属于地府管的 很多人整天做着地府的事情 做着鬼事就归地管了 整天之念经学博 那就归天上管了 现在明白了吗 归天上管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开始